Wippy 珠仔,大家好,去到白月份了,我們今個月就繼續去看看LP10這個屋苑最新的私兇情況 時事留心即學問,歡迎來到Wippy 珠仔 Channel 跟上區一樣,我們首先看看LP10在康城的平面圖 紅色的圖片是LP10大約整個地盤範圍 你看到分了兩個Towers,上面一個矮小小叫Tower1,另外就有Tower2 然後再低小小的箭材指出有一個泳池 在這裡看到泳池最主要的方向是向下方 通常這些平面圖,Wippy 走到售樓說明書採取下來 向下多數是南邊,向左邊是向西邊,向上就是向北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LP10的泳池是一個向著正藍的無邊際泳池 講開無邊際泳池,昨天出了一條影片就說回 Sea to Sky 8月份最新私兇情況 亦都Wippy 在Facebook 上寄了一張照片 這張就是講回Sea to Sky的無邊際泳池 這個座向你看到Sea to Sky的方向就看到直仰,亦都看到左邊橋 昨天一條影片就多謝各位留言,也有很多朋友在踴躍留言 其中一個就說到其實這個座向應該向西南邊 我們很快去看看Sea to Sky的圖 其實就等於類似剛才LP10的圖 在這裡描述的位置,泳池就在左下角 亦都是向左邊就是西邊,然後向上邊就是北邊 所以其實你看到泳池的室內池應該是向著正西北的方向 而無邊際泳池應該是向著正西方向 所以剛才那張照片我看到這個直仰在西邊 我們回來看看,直仰在西邊 當然啦,其實因為這個地理位置非常之好 所以其實它視野超過差不多180度 如果你站在泳池上,你向著左一點點看 其實都可以看到西南邊,即是看到港島那邊也有問題 但如果這樣看這個平面圖,應該可以說泳池是向正西 好,我們講完泳池,Sea to Sky那邊回到LP10 LP10的泳池就向著正南邊 在右手邊一格,其實是Marini Marini看到也有一個泳池在那裡 在一幅星星貼著那邊 然後就向著南邊或者東南邊 我們借回那張照片來看看 LP10其實在康城的西南邊這個角落 泳池向西邊,左手邊你看到Sea to Sky那邊 泳池就向海邊,正西方向 其實你看到VIPP都比較重點去講泳池 因為多些人有興趣 其實每個屋苑的泳池都有少少少特色 VIPP現在收集資料 遲些應該會出一集,就好像之前有一集去講 不同屋苑有不同的花名 應該會有一集去專注不同屋苑不同的泳池 好,賣完關子,我們先看看LP107月份的情況 看到這邊是向著西南邊的座向 向海方向其實是去第一座 沙向海方向就拆得比較多 另外一個角度,看回7月份 可想而知,你見到Focus On 那些沙的位置,8月份已經有拆多了很多 好了,同樣的方向,我們看看8月份 這裡看過去,你見到左手邊這三座 就是Sea to Sky 最右手邊那邊,有個玻璃幕牆 在最高四層,然後數下來 就是一些大玻璃窗的設計 就是LP10的第一座 你見到這個座向,大部分的綠色沙已經拆光了 好,這裡繼續看LP10的TOW 1 這裡留意,這個TOW 1向著西北邊 它最高四層是一個全玻璃幕牆設計 下面就是一些比較大的窗的玻璃 玻璃幕牆混合式設計 其實這裡只有四層 去到第二座TOW 2就有少許不同的層數方面 我們再走近底層,綠色的沙就拆到底層那裏 整個TOW 1看到整個樣子就看光了 那些顏色是一些深啡色 再加玻璃幕牆設計 其實有少許跟Sea to Sky的顏色有少許類似 我們轉一轉方向,看7月份 其實向著來源方向LP10 你要看到,右手邊TOW 1 它的沙就拆了一半,另一半就未拆了 至於左手邊TOW 2 其實最主要是在頂部玻璃幕牆那裏 就拆了少許沙出來 來到8月份看到了 左手邊就是TOW 2 更多的外牆的沙已經拆了 即是外牆最主要的工程都差不多完成了 可以看到TOW 2上面的全玻璃幕牆設計層數比較多 可以看到整個LP10的設計 配合左手邊Marini 整個樣子會怎樣 當然Marini大部份是玻璃幕牆設計 有少許偏藍的顏色 而LP10呢 就是一個偏去咖啡色或深咖啡色 中間有少許淺色配搭 我們看來這邊 其實TOW 2來說 它除了內圓 比較多玻璃幕牆設計 在頂部那裏 等一下我們嘗試去向南那邊 向海整個TOW 2 在外面的全玻璃幕牆設計 就更加多層數 這個角度可以看到 就這樣看 LP10的顏色 跟右手邊Seal Sky的顏色 會有些類似 當然設計 外場設計會有些物料不同 但8月份 向著內圓的沙 就拆了接近一半以上 看完內圓 我們又轉個角度 這邊就是向南的位置 角度問題 這邊看上去 其實就會看到LP10TOW 2 向著南邊 西南邊 左向 現在看到就是7月份 看到頂層有大約4層5層 大約拆了沙 我們馬上看看8月份最新的情況 同樣的方向 看到比較多的沙油高層 慢慢拆下來 你看到玻璃幕牆的層數 是多很多的 向著這個方向 就這樣數超過10層以上 跟剛才看到 TOW 1那邊 或者萊兒那邊 相對下 向海全玻璃幕牆設計 看來層數比較多 也是LP10的特色之處 看來這兩個TOW 2 LB10 它左右的層數不一樣 TOW 2是高一點 另外它的設計 雖然是一致 但它的玻璃幕牆的分佈 層數未必是對稱 我們再去看看 這邊看過去 跟Marini好像一模一樣 因為一個比較純玻璃幕牆的設計 左邊其實就是Ocean Marini 這個座向的底層 就會是卡灣大橋 向著康城連接路這邊 D9連接路 會在一個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向著DVV慢慢下來 也有朋友問 會不會那些噪音很厲害 如果是有問題 我們先看看8月份 其實你看到的變化 跟剛才7月份都是不大的 但同一個D9路段 你看到近著 也是南風的屋卷 LP6 那邊外面 其實你看到 在建造這些噪音的阻礙屏障 圍著整個D9路段 我們不如去看看 之前有介紹過 D9這邊 起源的樣子是甚麼樣子 這幅圖可以看到 在底層 就是綠色的那條線 就是D9路 上面那三幅放大的相片 就指著不同的位置 就約說回 貼著我們康城這邊 D9路的設計 和起源的樣子 大致上是怎樣 你看到會有隔音屏障 一路差不多去到大橋對出的位置 那根據這幅圖 你會放大一點看 你會看到 LP10對出一點 甚至會有一個升降機 就可以幫到行人去上橋 左手邊有條樓梯 那去到升降機頂 你會看到 一路都是有些蓋子 蓋著 全部都是防噪音的措施 而看這兩幅圖會清晰一點 防噪音措施最主要就是 隔開 行車路 和行人路 和單車路都是分開的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 8月份這個情況 起源的樣子大致上 根據政府資料 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換個角度 看看實景 這幅圖可以看到 左上角 整個是綠色 沙 就是LP10 剛剛好尖端這個位置 右下角尖端這個位置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D9路 將會起源的樣子 就是會有個隔音屏障 去阻擋一些噪音 而另外這邊 其實就拍著LP10 和C2sky這邊 也會有條單車路 就會慢慢高架 由這個海邊向上走 隔音大橋的D9連接路 上隔音大橋 這幅相片 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清晰 C2sky 外面 其實有條行車路 正正正中心 有兩個汽車出入口 其實就是地鐵車廠的入口 在這條路 轉回地鐵車廠 所以C2sky 走出來 會有條行車路 只要走出來的 就會有條單車鏡 和行人路 今天最主要是分享 LP10在8月份 最新去外場的市場情況 亦都用多了少少時間 去分享少少 D9公路那邊 現在最新的情況 和起源的樣子 會如何 如果大家對那個 噪音的設計 有什麼想去再看多些 歡迎去VP豬仔頻道 選擇 專門說的噪音 或者康城的南邊 建設 就會有分享 至於LP10 一直以來 施工情況 上年10月份 11月份都有出片 歡迎去VP豬仔頻道 選影片去看 今年的5月份是怎樣 今年的7月份 7月份 其實會多少少篇幅 去介紹整個LP10的結構 尤其是Basement 地面數上來 地下 一樓二樓 設計點 停催場車位 怎樣分佈 其實都有詳細去介紹 有興趣 記得不要錯過 去找7月份 去看 今天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看看 南風 在將軍澳 還有什麼 其他屋苑 歡迎去VP豬仔頻道 裏面的Paylist 選擇 第11月份出的影片 大約可以知道 其實沿著 這個 將軍澳地鐵站 由12345 這5個站 在將軍澳裏面 全部都有 南風的投資發展項目 只要你來回VP channel Youtube網頁 在上面選擇Paylist 選完Paylist之後 其實VP有很多不同的Paylist 將之前的影片分類 你可以找回日出康城的 最新司空情況 就可以找到LP10 或者之前介紹過南風的 將軍澳 或者康城的盤 以前的發展情況 另外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看 不同的統計數字 譬如 我們說 將軍澳裏面 不同的地鐵站 區的住宅成交 二手住宅成交 對上18個月 究竟哪個區多些 每個月的變化是怎樣 其實VP用了一個 Bar Racing的方法 去展示統計數字 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Inside 當然 這些統計數字比較 不只是張光澳區 VP也嘗試做些Mix and Match 譬如我張光澳區 和太古去比較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不要錯過了 歡迎你可以加入我們 Facebook VP豬仔Channel 日出康城的群組 在這裡會比較容易 VP所有資料都會在這裡 鋪出來 變成你會比較容易 有個Time Secrets 或者你比較習慣的 Facebook的方法 去分享 或者看這些資料 而剛剛提及的統計的影片 其實就在VP Co3的Facebook群組 都可以分享 歡迎兩個群組都加入 如果你想鼓勵VP 繼續出更多關於康城 或者有趣的統計數字的影片 記得留言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VP豬仔Channel 到啟動了